两台怪手使用油压剪要拆除冒凉 可是有民众拍下施工的这一幕 觉得冒凉快要掉下来了 旁边防护的围离好像不够高 看起来很危险 这是台中杀戮路桥的改建工程 时机来到施工的现场 冒凉距离地面大约6公尺高 但围离却只有2.4公尺 让经过的用路人都胆战心惊 生怕巨大的水泥梁柱会突然砸了下来 可是工程师表示 危险施工大多会在夜间进行 而且会有交通管制 如果是白天的冒凉拆除工程 施工单位也会封锁临近的一个车道 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原本的柱的钢筋 我没有把它全部损坏 所以它会利用钢筋的韧性慢慢倾倒 所以它不会倒在车道 而且我们也设置一个管制犯境 不会让这种意外发生 不至于吧 还不至于 我天天在经过这条路还可以 沙鹿路桥被称为全台第一围桥 所以在今年4月开始改建 但6月时就曾经有民众反应 怪手在桥上施工 桥下继续有人车通行 场面相当惊险 现在又再度有民众反应 施工过程防护措施不够严谨 如果发生意外 谁来负责 记得黄湘景詹评在台中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